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就在前两天就是布莱德比特跟安杰丽娜丘利 这两对 这一对 这两个这一对 好莱坞最让人家称献的夫妻 那么在12年后仍然分手了 也就是说他们以个性不合 这个原因其实不是很好 但是两个应该都有离婚共事 的原因那么两位就是离婚了 根据统计他们两个人的财产 其实从1999年结婚以后到 就是开始统计他们不是那时候结婚 就从他们结婚到现在 大概两个人都各自有自己的事业 而且进账的就是财富大概也不少 那么两个人因为在美国法国也都有房地产等等 所以财产大概有一些不好说的地方 等于说要计算 所谓不好说不是说不可告人 就是说可能在计算上会有一点复杂 那当然就这两个人的财产来看 既然这么多 那么将来在法院里面 如果真的要诉请财产分配的话 会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那当然这两个人就是报章杂志的说法是这样 他们两个人应该有签婚前协议 那么就这个婚前协议来讲 其实就必须要按照这种协议当中的财产条款来做分配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这个部分大概就会根据加州的法律来做分配 那这个加州法律就是说在目前来讲 跟台湾的规定非常类似 就是说夫妻的婚姻关系中 他存在的增加的资产 在离婚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要平均分配 那就这个部分来说 其实在我们读者的眼里 当然第一个是觉得什么叫做没有永远的爱情 因为两个人其实在婚姻关系程序中 除了收养了三个孩子之外 那本身来讲自己也有三个孩子 那么在这一对让人家很羡慕 就是说好像感情非常合的夫妻来讲 可能因为某些 就是安洁英娜求利说 这叫无法化解的歧见 那么来肃请离婚 那当然这个婚姻 如果不是协议离婚的时候 当肃请离婚 这种所谓的无法化解的歧见 能不能当作离婚室友 在台湾是很难的 在台湾是很难的 这就是我刚刚讲 无法化解的歧见 我们把它简化成四个字 叫个性不和的时候 其实个性不和在很多夫妻之间 都常会发生 但是如果光是以个性不和 四个字来肃请离婚 非常困难 因为法官通常都会觉得 不和不和是怎么不和 到底是谁对谁错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离婚 就是在民法1052条里面 其实还是某种程度上 存在着伦理道德观 不是不和就可以分手 因为凡是不和必定讲对错 但不和的时候哪有什么对错 也就是说离婚的理由里头 很多都是涉及到价值观判断 也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啦 有一个外遇 那当有一方外遇的时候 这个对错比较容易判断 我讲的是比较 也不见得是全然 为什么讲比较容易判断 因为外遇的一方 通常我们都会认为 他是错的 那这个部分 如果假设被外遇的那一方 他是没有错的时候 那么将来再打离婚诉讼 这个议题就会浮上台面 让法官去做判断 谁对谁错 可是婚姻当中有时候很难讲对错 例如说外遇的这个外遇 但没有外遇的这个难道真的就没有错吗 是不是有一方家暴 有一方外遇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过失相当 这个都很难讲 所以说 其实在这种存在着 在台湾的民法的这种离婚规定里面 存在着所谓的对错关系的时候 其实跟法国也好 跟美国不同的州的法律的规定也好 可能都不会一样 但至少在台湾来说 台湾目前的离婚诉讼 还是存在着这种对错关系的时候 如果自认为在家庭关系 或夫妻关系里面 没有错的 这个人来说 当面对对方提出离婚 如果说是单以 无法化解的旗舰 也就是个性不合 这四个字来提出离婚诉讼 恐怕 连离婚都是个困难 更不要讲说所谓的财产分配 因为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 以一个离婚诉讼来讲 它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 离得成离不成 这不见得是有一方提离 法官就一定会照 那一方的意思去判离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 监护权 也就是我们 法律上讲叫侵权的行使 俗称都叫监护权 未满20岁的孩子 会有所谓的侵权行使的问题 那这个 俗称的监护权到底是归谁 这个夫妻之间往往 这个才是叫做有无法化解的旗舰 通常有一些男生他会为了面子跟女生抢 那有一些女生会因为 所谓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办法养 而希望男生来照顾 这个都很难讲 那么第三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叫做财产 这个财产的部分呢 其实在这一对银色夫妻里面 如果他们有 我刚讲了 如果有签婚前协议 那就比较好办 这个部分其实在台湾我们比较严格 我们所指的婚前协议 通常不能单只是婚前协议而已 如果说要选择所谓的财产制 财产 夫妻之间的财产制 在婚前婚姻关系程序中 都可以随时去约定 但是都要两个人讲好 而不是说 两个人讲好之后 那么签个协议就算了 这还不够 必须要去做登记 也就是说呢 这个部分必须要去法院做登记 这才算数 如果说没有对 如果在没有在法院做登记的话 他不可以对抗第三人 所以在这个所谓的 夫妻财产制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会用婚前协议去订 那婚前协议现在目前大致上来讲 我们有一些种类可以选择 但大致上来讲比较常见的是两种 如果要订的话 第一种 就是两个人的财产彻底分开 那也就是说 两个人结婚之后呢 各自财产都归各自的 谁在离婚的时候也不要跟谁分 真的是一种 那另外一种是 两个人财产全部混在一起 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 混在一起就是 可以选择婚前婚后 或是婚后 反正就是都混在一起 那离婚的时候 大家到时候再来分 这个时候我们讲共同财产制 那这两种都比较极端一点 但是很多人会选分别 比较少人选共同啦 大部分人都会选分别 也就是说 你是你我是我 那其实就 台湾人是这样啦 我之前在教书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学生 我说 你们会不会跟另一半讲说 我们要结婚了 那我们先来把财产制定分别 很多学生 就是大学生 他们会觉得说 其实每一年都有进步啦 大概在最早 比如说五年前问的时候 可能 这些大学生 他会觉得说 不好意思开口 现在比较赶了啦 但是 觉得不好意思开口的 说法很有趣 他说 我们两个都要结婚了 这时候去 决定说 我们两个要分别财产制 被挑战的那个人 可能会觉得说 你就那么看不起我 觉得我会吃 赞你的便宜 你就觉得你会吃亏吗 那算了 这个婚我们不要结了 或是那个信任基础 可能就会有一些瓦解 有时候不用这样想啦 就觉得说 反正我们俩把话讲清楚就好 至少 就是有一句俗话讲的 叫 先君子后小人 至少两个人讲好了 那 以后 不会有一些所谓的争端 只是说 两个人要看得开啦 不要觉得好像这是 不信任对方的一种表现 虽然某种程度上可能真的会这么觉得 说你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这样子 但是 讲清楚是好事 那么 基本上来说 当我们如果没有签订 婚前协议 那么到法院去登记的时候 接下来 就会变成我们讲 叫法定财产制 这种法定财产制 一个观念很简单 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都在没有签议所谓的这个夫妻财产制的协议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所谓的法定财产制 就没有选 就是法定 哦 那么所谓的法定财产制很简单 就是两个人婚姻关系存续中的财产 也就是婚后减婚前 多的人要给少的人差额的一半 就这么简单 哦 再讲一次哦 婚后减婚前 多的人要给少的人差额的一半 那 这样的观念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两个人都是白手起家 婚前都是零 啊婚后啊 先生可能负责赚钱 太太负责超值家务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先生在离婚的时候有五百万 那就是婚后减婚前 五百减零 哦 那就是五百嘛 那五百除以二 两个人的差额 就是两百五 所以这时候呢 先生就要给太太两百五十万 这是基本的一个规定啊 哦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规定 其实这个 这个概念很简单 法院认为 或者立法者认为 其实在夫妻关系存续中呢 这个家是要靠两个人一起维系的 当先生在外面冲锋陷阵 或太太在外面冲锋陷阵 先生担任一个 我们讲叫做家务管理者 哦 不要讲什么家庭主夫 家庭主妇 这听起来 其实 有点性别歧视的味道啦 就是说 当我们担任一个家务管理者的时候 其实 你说这个家务管理者 通通都没有对这个家有贡献吗 大可未必 其实在 听众朋友自己 如果 自己是家务管理者的话 就会知道 维持一个家的干净整洁 还有照顾好小孩 或者是处理这些 所谓的内外的杂事 是很复杂 很繁人 很单调 很乏味的 很多时候是这样 那 这些事情不亚于说 比如说 另一半在外头 不管是男生女生 在外面冲锋陷阵赚钱 其实都很辛苦 那这部分你要去讲说 在家里面超值家务的这个人 完全没有贡献 这听起来很不合理 所以法院的意思是说 其实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外面 这样的肆无忌惮 或者说 毫无心无盘骛的 在外面 闯荡 赚钱 这个其实在家里面 都要有一个人在支撑着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家既然是共同的 所以 有赚钱人 要给没赚钱人 这样的一半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这个 这个制度的精神 一旦清楚了 那 听众朋友 我想就很清楚 如果说 自己在 婚姻关系程序中 结婚30年 结婚20年 那么 把所有的房子 房地产 不动产 现金 都放在自己口袋里 等到离婚的时候 那我想 这个部分 可能就要付出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当然 有法律 基本上就有人想钻漏洞 很多人就在讲说 对啊 那 其实 离婚了嘛 就是没感情了 没感情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就会想要去 做所谓的 托产的动作 那托产是怎么托呢 就是把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财产 这个 可能是卖 或送 或偿 把它做一些 这样的动作 那么 这些东西呢 事实上在法律来说 有一些相对应的规范啦 那么特别是这样喔 有些人还没有提离婚 他就已经开始 在做这个动作了 例如说 有些人有外遇 那当他外遇的时候呢 他就会跟第三者讲说 我跟你说啦 反正呢 我先把财产都过给你 让我太太都分不到 或让我先生都分不到 那这样的做法 如果被太太或被先生发现 或者甚至我们讲 其他的情况 也不是过给第三者 他就是过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过给自己的小孩 或者过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当另一半发现的时候 不用离婚 他可以直接根据这个部分 就来申请改采分别财产制 不用离婚喔 而且呢 发现之后 他还可以把这个 送出去或卖出去 假设是虚为买卖的部分 把他追回来 或者说把已经卖掉的东西的 现金扣住 这个时候可以申请 假扣押或假处分 那申请假扣押或假处分啊 一般来说 他比一般人在 申请的担保金要来的少很多 因为法院通常都会认为说 这个夫妻之间 比较经济弱势的一方 要去做这种假扣押 假处分 可能身上没有钱 所以一般人 一般的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是供担保 都要提供扣押金额的三分之一 但是在夫妻之间呢 都会给优惠 大概是十分之一 也就是我要扣另一半的钱 假设是扣三百万 法院一般都会裁三十万 他跟一般说 扣三百万要拿一百万出来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 说真的啦 如果结婚一场 十年五年二十年 然后也累积了一些钱 到最后面分手的时候 不肯好聚好散 觉得自己功劳很大 另一半都没有功劳 然后也不爱他了嘛 所以就开始去移转财产 这个部分如果让 另一半知道的话 他是可以做这样的动作的 所以不要轻易的去尝试 因为往往当在 做这样的行为的时候 假设是让配偶知道 配偶是可以依法向法院申请 而且法官在准了以后 就是一般来讲 司法事务官 如果准的假扣压或假处分 那将来这个案子 到了法官去的时候 法官可能看了一下说 这个人竟然曾经 有做过这个动作 可能对这个人 基本印象分数就不会好 将来在事实的认定上 或者在法条的试用上 或许对这个想脱禅的人 会比较不利的裁定 也说不定啦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这个部分尽量不要去做 那实际上来讲 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情况 是一个所谓可以申请分别产品质 还有另外一个 也可以申请分别产品质的 是分居超过六个月以上 那为什么法律要这个规定呢 也就是说两个人如果不是因为工作啦 不是因为两个人讲好的原因 非自愿的分居了六个月以上 法院一般来说 也会同意你们提前到法院来 我刚讲所谓提前是说 因为一般都是离婚才能讲财产嘛 这个不用离婚 这个只要在所谓我们讲到说 当这个两个人已经分居超过六个月 就可以去采取这样的行为 好 那为什么法院会 就是法律啦 为什么法律会做这样的规定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 两个人住在一起 努力的为这个家去维持 去超持 所以我们才会同意 另一半可以去分配偶的财产 但当两个人非自愿 已经分居超过六个月 那可能不管是先生或太太 他们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都已经丧失了这个原本所谓的 家世 夫妻孩子一起来建立的这种概念了 所以我们就会容许说 如果已经分居一半 分居已经六个月以上 那我们就会容许 就是配偶做这样的行为 换句话说 其实当如果两兆之间 已经分居超过六个月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请求分对方的财产 这个也要特别注意一下 大致上比较常用这个啦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例如说另一半破产 这种东西也是可以的 这都规范在民法里面 相当的清楚 好 总之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致上 就是说 夫妻之间可以考虑 两个人之间当感情 走到尽头的时候 是要好好的来面对一下 彼此之间财产的问题 当然我要再强调一次啦 走到法院 找律师 这都是 已经是下下之策 为什么讲下下之策 不是说法不入家门 法当然会入家门 怎么不会 只是说 当两个人之间 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 要去思考的 其实 不见得是说 赌那一口气 这个钱 我就是不分给他 因为 想想过去 两个人怎么相处 怎么恋爱 怎么 孩子怎么照顾 总不会这20年都是假的吧 在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 寻求一个平衡的观点 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觉得说 我一定是对的 我一定要赢 然后就动辄 就去找律师 说要诉讼 这种做法都是下下之策的 那基本的法律规定 我们了解以后 其实去思考 那个立法背后的用意 那么好好坐下来 跟另一半 讨论感情持续不下去之后 孩子我们怎么 好好当友善父母 好好照顾 然后呢 财产怎么样 好好分配 让彼此之间达到 一个所谓的 不满意 但可以接受的共识 这我想是 两边都需要去努力的 好聚好散 这四个字 绝对有它的用意 但不是只有一方好聚好散 是双方都好聚好散 这才叫真正的好聚好散 这个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就介绍到这里了 其他小孩子的继承 那些问题 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谈 那么广告之后 我们回来 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call in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有任何法律问题 欢迎待会听众朋友 都可以call in进来 我们再来讨论 待会见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我们接下来 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邀请第一位张小姐 张小姐你好 请教律师 刚刚讲的 分别财产是 像分前的话 就是结婚前 就到华英公正 那个分别财产是两个人 一起去登记 那像刚刚讲说 卫门 就是超过六个月的话 可以申请分别财产制 也是要两个人吗 不用不用到法院去提告 法院提告 如果他不愿意 如果你们愿意就去登记就好了 但通常有一方不会愿意 那这时候就可以 法院一般都会过啦 这样子了解 谢谢律师 好加油 好拜拜 OK我们邀请下一位廖先生 廖先生你好 李律师你好 是请说 之前我有就是帮朋友 贷款买一台车 然后贷款是他还缴的 但是他后来 因为他开车 有很多罚单 有的没有的 所以我想要把车子要回来 那我也有 就是告他轻站 因为要他不还我车 我告他轻站 我也有请律师 但是律师 他是跟我讲说打得赢 但是最后检察官都跟我说 其实我们这个不够成轻站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 有可能不够成 有可能 我给你讲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检察官 这个其实 某种程度上来讲 贷款会认为这个东西 他纯粹是民事纠纷 你就寻民事途径去 要就好了嘛 懂我意思吗 你轻站必须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他把站有变成所有 也就举例来说 他就是以所有权人自居 这个你要去证明不容易 但是车子所有钥匙什么都在他那边 本来就都在他那边 本来就都在他那边 所以 检察官的意思 有可能他是认为说 他觉得这个东西 你就寻民事途径去提告就好 他跟刑事无关 他不是认为你没有权利要回来 你懂我意思吗 他只是说 这个不归我地检署管 你告错了 你要去那个民事法院去提告 那去民事法院提告就好了 要什么 一样是做侵占的提告吗 没有啦 什么侵占 你就跟他主张说 就是比如说 名字是登记他的嘛 名字登记我的 名字登记你的嘛 那你就主张说 请求他返还就好了 请求 比如说你数字声明就写说 请求被告某某某返还 车号几号的 什么样的车子 要给你 这样就好了 所以这样他就会 法院应该是说 法院那边就会帮我去做 法院就会开庭 然后就会传他来 我讲最快的方式 其实你就是传他来嘛 那法院就会安排你们调解 搞不好这次调解就结束了 因为就不是他的车啊 他要来讲什么 贷款是他讲 对我问你 我问你 贷款假设是他缴的 对 你觉得要不要给他 你是说车子要不要给他 车子的贷款要不要还他 你觉得 如果要回来的话 车子贷款还他 这是OK的 对啊 所以你们两边要谈啊 你去地检署告他亲战 你看哦 贷款还不是你缴的是他缴的哦 我要是检察官 我也不会让你过啊 因为 这个东西人家缴了钱 你也没有缴钱 只因为名字登记在你名下 你就说他亲战 这样怎么对 是吧 嗯哼 但是因为我 我其实有到法院 就是亲战这些 然后法院也是叫我们调解 但调解他都不来 他不来 那就法院可能会判你胜诉啊 你怕什么 你只要能够 现在的问题 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告民事庭的时候 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 就是 搞不好人家会主张 法官搞不好心里面 会有一个疑问说 这是不是借名登记 为什么 因为你提不出任何 你缴贷款的证据 是吧 嗯 啊都会他在讲 我有找一起 哦 啊总共几期 对 总共几期 总共几期 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十二期 十二十三期了 那你看 十二十三你才缴一期 你这样 好像少了点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 说真的啦 我要是法官 我还不见得 就算他不来 我都还不见得判你胜诉 因为我会觉得说 啊 你说你是所有权人 结果你放人家缴十二期 你自己缴一期 这样对吗 真正是所有权人的人 会这样吗 嗯 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觉得 你真的找不到他咯 我 联络的时候他 不是啊 你知道他家住哪啊 我知道他家住哪里 那你要不要去他家找他啊 跟他说不好意思啊 这十一期的钱我还你 那你车子还我好不好 你直接跟他谈嘛 他就不要啊 有跟他谈他就不要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意思是说 你为什么不让 不让我把车子 好嘛 那车子而已又不是什么东西 那不然这样好 你说那你一起还我 我车子过给你也可以啊 他也不愿意啊 他也不愿意啊 这个就好奇怪 这个朋友就怪了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贷款 所以当初我才帮他贷款 我也自己缺了 等一下等一下 我听你这句话就怪了哦 他当初没有办法贷款 所以基本上你觉得 这个车子是他的吧 他 这样你还告诉他 亲赞 你这样不对 这车子因为挂了 因为当初他没有办法贷款 因为他的 他的应该算是 他的账户没有那种 进出之类的 我知道我知道 等一下 我先再问 来我再问你一次 你觉得这台车是谁的 这台车 你只是借他名字而已吧 他假的 对吧 你觉得是谁的 我觉得是我的啊 为什么 当时贷款 他是因为贷不下 还是他要买吧 他要买 他贷款下不来 所以拜托你借你的名字 去贷款 借你的名字 挂车子的牌子 所以所有权的人是他 你才是被借名那个呢 没有啊 现在车子挂我名下 贷款都挂我名下 那又怎么样 那不代表就是你的啊 当时那个 动心启念那个想法 那个车子是他的啦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这样讲 我是警察官 搞不好还告 我还报你诬告 因为这个车子的所有权能 听起来是这样 我如果这样听您在 还原事实真相的时候 我怎么想 我告诉你好了 当时有一个人要买车 因为他的信用不够好 他就跟你说 朋友啊 拜托一下 这个我借你的名字 你去贷款 贷款你放心 我会缴 你车子就 因为我贷不了款 所以车子挂你的名字 但是这是我在开 我要用 这是我的 好不好 你说好啊 我们好朋友啊 就借你的名字啊 借贷款啊 没关系 然后你缴了一期 后面十二期 十一期都他缴 这当然是他的啊 只是他借你的账户 这样您懂我意思吧 但这无凭无据不是吗 但有良心啊 我知道 因为现在我也不想 因为其实主要是卡在 因为车子名字是我的 他如果有任何责任的话 我也是连贷的 因为单车子又不是我在用的 我知道 所以我就说 那这样好不好 你去告他 请求他返还这一期 返还他这一期 至少你把那个罚单 如果有罚单啊 或者你已经缴了一期的 那个账单 你去告他 你请求他返还这笔钱 就是这样吧 但是我车子 还是挂在我名下 对 这个事情逼他出来谈 如果他不愿意出来 继续听 如果他不愿意出来 法官应该会判你胜诉 因为这是事实 他确实有不当得力 假设车子是他的啦 我想打官司要凭事实 跟良心啦 有时候不是无凭无据啦 问题啦 你就告他这个 告他这个之后呢 法官应该会判给你 判给你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做强制执行 做强制执行的时候 可能就会拍卖这台车 如果他没有其他钱 他就会拍卖这台车 这时候你们再来谈这个问题 好不好 这是最多的方法了啦 我觉得法院 你告他返还第一期的账款 因为这确实是你出的 好不好 用这个方式处理看看 OK 好 好吗 加油 好 拜拜 拜拜 好 那我们 好 我们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轩你好 喂 陈轩请说 请问一下 那个去地点所告对方 偽造那个新支带 这个好不好长 然后时间要多久 偽造新支带 等一下 你要告他是告什么 偽造文书吗 对 可是 偽造新支带是什么意思啊 没钱 没头没尾的 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对方在下面加注一些文字 那为什么叫偽造 因为我的薪水带是同年同业的份 根本没这几个字 后来他们自己加上去了 然后这个跟案情有关 那个不一定叫偽造文书呢 那个不一定叫 因为加列文字上去 如果是有权制作文书之人加注上去 或是本身加注的文字 没有造成经济损害的话 其实不见得会有伪造文书的问题 有造成经济损害 有造成他人的损 那个你到时候要证明啊 没有那么容易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情况 在有些 不见得是您啊 我说有些被告或者告诉人 他会因为他希望说 在其他的诉讼可以获胜 所以去告这个形式的部分 我没有很建议啦 因为基本上你提告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其实假官就会把他们都调过来 会问一遍嘛 可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加注什么文字啊 因为你整个案情就像您讲的很复杂 他可能还有其他案在里面 但是通常用告B案来处理A案 不是很有必要 你可以在A案直接请法官或假官 帮你查这个新之代的问题就好 不见得要另外提告 你懂我意思吗 哦谢谢 因为这样比较好 不然我跟你讲啦 很多时候是这样 会延伸案外案哦 你看哦 到时候被你告那个人就告你误告 成不成再说啦 反正他也觉得你乱告啊 他到时候就来告你误告 你是不是又要走法院 本来一个单纯的案子变成延伸出三个四个案子 然后大家去找律师 拼命让律师赚钱 这样有意义吗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部分 你再想一些啊 OK OK 拜拜 好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待会见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的 吕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哦 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 0283693398 我们接下来邀请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哎律师你好 我想要问一下说 我老公现在应该疑室外遇 跟小三走得近 然后可是因为在发生事情之前 他帮我们感情很好 说他买一个我的房子 用我的名字买的房子 可是贷款都他在缴 我们开始缴贷款了 然后他答应说房子给我 然后要我去住那边 然后他说贷款30年 他会帮我缴完 可是这太夸张了 我不相信他 我愿意缴30 我也不相信 对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住那边 因为离他家很近 我就去住那边 然后他好听之后付小孩 小孩去找我方便 然后我是想说 什么叫小孩去找 你们等一下 你们现在住在 不是买的那间房子 在没有 我们在第二个房子 对 你们现在住在第二个房子 对我们住在原本的房子 然后买的第二个房子 然后他现在要求你去住 还没盖好 还没盖好 他要求盖好了以后 你去住第二个房子 对 不要为什么要去 对我也不要 难道方便他去 对不对 做其他事吗 不可能 然后我就想 我今天 我今天想说 如果他今天 因为房子都是他缴 他是用我的 贷款是我的名字 然后他可是钱都他出 然后我说万一他今天跟我说 他要 有没有投几款 有没有投几款 都他出 都他出了 都出了吧 都出了 两百付了 对 好嘛 到不了他不缴 我们就卖掉了哦 卖掉的话 赔是赔我吗 不是啊 会赔吗 对啊 为什么 现在房子 如果立刻卖 应该就立刻赔两百吧 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不好的价钱 对啊 这句话名言 那如果这样你就缴嘛 我缴不起 对对对 前提是我缴不起 前提是你缴不起 我薪水全下也缴不起 因为每个月要缴六万多 那他缴得起吗 你觉得 对他缴得起 那就让他继续缴啊 那万一他有今天不缴 呃 不缴的话就让他卖啊 反正等于没赚而已啊 你懂吗 那赔 那财 会回到我身上吗 会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想哦 反正他已经先 deposit两百万进去啊 他已经先存了两百万进去啊 怎么样 这个房子怎么样 再怎么市价烂 起码是不赚不赔嘛 你顶多是 这两百万而已啊 对 那管他的 那如果说他 不要不要法拍票 不要被法拍就好 嗯 就是法拍的价格一定更低嘛 所以你到时候 你就找个朋友来买就好了嘛 哦 就接手这样子 对反正你 至少至少不会亏到一个极点啊 你懂我意思吧 嗯 好不好 那如果说以后 其实只要他提出证明说 就像刚刚上一位男人说 只要证明说房子都他在缴钱的话 其实房子实际所有权的人还是他吧 才不是呢 哦 这个夫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法律很复杂的 照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有两种解释空间 他一定会说是借名登记 对对对 哦 但没有用 因为借名登记 其实这么讲好了 就算他主张借名登记 房子回到他身上 他也要 他也要分你一半啊 分一半给我 都要是没差 不是借名登记 你也给分他一半啊 对 所以没差 如果你先生笨到告你借名登记的话 你就反咬他一口说 这叫正宇 哦 了解 你送我的喔 嗯 对啊 所以这时候因为 夫妻财产制里面的赞宇 他是不列入财产分配的 所以这就是你的了 所以我可以拿 所以如果真的搞到那一步的话 我是可以拿到全部的房子吗 要看他 至少一半这样 对啦 至少一半啦 其实灯机在那边一下 最后面分配都至少一半 看他很不很新 我是希望他不要那么狠心 如果他真的那么狠心的话 我们就主张赞宇就好了 好不好 了解 好 加油吧 好 谢谢 好 拜拜 OK 我们邀请下一位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 呃 律师你好 那个报处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去年有借 很有一笔钱 大概五万块左右 嗯 然后但是没有留结局 因为满手 对啊 可是后来他就会一直拖延 就只还我四千块 然后一直拖延 好啊 对 你没有结局对不对 对 但是有聊天记录这样 对对对 你就拿聊天记录 当作佐证 发支付命令给他 哦 支付命令吗 嘿你只有支付命令最快 嗯是 啊如果他收到支付命令之后没有意义 这债权就成立了 就用他做这件事情 我大概叫他住了 可是我不知道是那一栋的 那如果不行那算了 那我跟你讲 那你就要正式用提告的方式 用提告的吗 嗯 反正提告也很快啊 法院就会传他来 根据简讯去问他 所以就算我不知道地址 法院你是办法传他来 哎你先 你先大概要知道 至少他叫什么名字 身份证字号 法院才可以 呃 容许你去 呃 就是查资料 他会发一封 喊当你查资料 如果你连他几岁啊 身份证字号 名字都不确定 那对不起 那没办法 那只知道手机号码跟名字吗 哦 不好吧 你只 讲句实在话 你要这样叫法院怎么查啊 而且你也很怪 你也很怪 只有手机号码跟名字 你就可以借他钱哦 呃 因为是高中同学 然后后来又认识很久 高中同学那你就查查看嘛 搞不好有高中 其他高中同学认识他 知道他住几号啊 或查一下高中毕业经验证 所以只要 有知道他住哪里 就可以寄支付 哎 对对对 但是如果支付 戶籍不确定 他是不是在那里的话 至少你要知道一些特征啊 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OK 拜拜 好的 时间的关系 今天只能跟各位听众朋友 说明到这里了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是吕秋元 我们下周见